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早 我是林志龙 今天是3月28号早上10点半 那投资朋友先前呢这种歌常常跟大家讲一句话 第一次呢可以是意外 但是呢第二次就是方向了 美股三大指数呢昨天呢开始了回测3月22号长黑K的低点 那这边呢这种歌要跟大家讲是3月22号长黑K 第一次可以跌破可以是意外 但是呢再一次跌破那就是方向了 目前呢美股指数呢呈现了一个高档震荡的格局 目前呢处于一个party结束人未散的一个阶段 我这边这边要提醒大家的是 这边呢你要提早离席 不然到时候人挤人的时候你会受伤很惨重 那这边呢我们一样先来追踪一下几个指标 原有美国公债值率跟美元指数 那原有呢昨天呢是呈现一个压回的动作 那原有昨天的压回呢那会使得呢原有呢再次回到了一个区间 那这个区间呢形态上还没有转落 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这个区间是怎么去做发展的 再来决定呢原有ETF的动作 那再来我们看到了美国公债值率跟美元指数 那公债值率呢昨天呢是呈现一个破跌的情形 那美元指数呢则是微幅的上涨 那投资朋友中哥一直跟大家讲这三个指标呢真是太重要了 我们可以看到3月22号呢美国中初呢就是因为值率倒挂的情形 所以呢接下来这三个指标呢会影响到全球股市接下来的发展 投资朋友要紧盯这三个指标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美股三大指数 美股三大指数呢不管是SP500还是NASDA甚至是费办 昨天呢都开始呢回回测3月22号的低点 但是投资朋友你可以发现这边呢打到红色的线呢就做了一个收缴的动作 红色的线呢跟绿色的线呢是中哥呢给投资朋友一个重要的多空参考指标 目前呢只要美股三大指数呢没有跌破红色线的话呢 这边呢就会持续反复的做一个高档震荡的格局 那投资朋友中哥要提醒大家的是 这高档震荡啊 这如果震荡时间越久的话这边下跌的机率呢会开始增加 如果在震荡的过程中呢迟迟没有办法再过前坡的高点的话 那这边呢你就要开始提防啊这边会有一个下跌段的到来 中哥跟大家讲这边是一个party结束人未善的动作 这边呢你的多单呢记得要提早离席 不然到时候人挤人的话那会很恐怖 那目前呢我们就是以红色的线跟绿色的线来当做一个参考指标 万一跌破红色的线的话那这边呢开始呢回测绿色这条线就会形成一个大M头的格局 那大M头的格局投资票你算算一下跌幅的话 会开始呢回测前坡的低点 所以目前呢SP500或是NASDA甚至费半目前呢都是这样的看法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上阵 那上阵呢跟全球股市呢一向呢都有一个脱钩的味道 那上阵呢今年呢呃 今年全球股市目前除了上阵之外都来到了去年的10月的高档套劳区 那为什么上阵表现会这么犹豫?最主要是因为去年跌太多了 同时呢MHCI呢将上阵呢全重呢给拉高了 所以这种就认为呢上阵呢今年呢会是一个多头元年 那这种上阵多单呢已经呢先行获利下车了 这一波上阵呢这种就认为是相当的大爆 那接下来上阵呢再次转强的时候 这种跟随时准备要再去做切入 那如果说这一波呢是出身段的话 那接下来往上涨的空间呢就是主身段了 所以投资票你错过今年年初上阵这一波的话没关系 再次转强的时候希望投资票你有更上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加权指数 那投资票这边呢加权指数这边要跟大家讲的是 这边呢跟美股一样 一样是一个party结束人未善的动作 那投资票如果你长期呢追踪志龙哥的节目的话 志龙哥在上面呢谈到加权指数呢这边呢通常呢都是依照目前的转折点 看到什么转折点跟大家讲什么讯号 这边呢志龙哥呢跟市场上分析师呢完全不一样 这边呢市场上分析师呢大部分呢都是无时无刻 随时随地无论在哪个位阶点都是在叫你做多 但是志龙哥不一样 志龙哥这边呢做多呢也会做空 这边行情不对的时候我们一定呢会进场去做空 那投资票你可以看到去年十月这段这段呢我们加权指数呢是赚了一千两百点 那接下来这边呢选举的时候中哥跟大家讲 这个选后呢先涨后跌的几率非常大 这边呢选前呢投资票不敢买股票的时候 中哥跟大家讲选后呢先涨后跌的几率非常大 那可以看到呢选后呢加权指数呢我们这边呢多方的部位呢赚了一倍 那选后呢这边呢空方部位呢赚了三百点 那接下来这边呢全球股市美股开始中错的时候 中哥跟大家讲这个十二月呢不会杀 一月呢才会杀 那你可以看到接下来来到十二月的时候 加权指数呢就是走一个区间的格局 这美股呢已经呢破底在破底的时候 那加权指数呢却还是在一个区间 那直到呢一月呢开红盘的时候才连跌三天 跌破了前破了低点 那接下来中哥跟大家讲这个加权指数呢要看台积电的法缩会 因为呢这边呢均线呢开始纠结了 那均线纠结后的突破或是跌破呢往往是大方向的开始 那重要时间点呢就是台积电的法缩会 台积电法缩会呢会是重要的多空分水林 那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法缩会后 那这个利空出境突破了均线纠结区 突破均线纠结区之后呢一路来到了10600点 那指数来到了10600点 我们应该怎么判断接下来行情 那中哥要跟大家讲的是 先前呢中哥要跟大家讲 这如果呢第一波下跌很多大户呢都还来不及跑 那这边呢大户还来不及跑呢 这边一定呢会再营造一次高峰呢来好出货 那第一次可以是意外那第二次那就是方向了 所以目前呢中哥认为这个位阶的时间空间点都有了 所以目前呢中哥认为呢这个位阶的时间空间点都有了 那目前呢中哥认为呢这边呢盘头的机会相当大 所以这边呢多方防守点呢如果跌破的话那就是准备回测9300点了 那这边投票你一定要提高警觉 你一定呢要提早离席千万不要呢到时候再忍挤人 那时候你会受伤的非常惨重 跌破了9300两倍跌幅的话那8000点呢会是一个满足点 那从2008年呢到目前呢已经走了10年的大多头了 如果接下来呢因为经济数据衰退要开始进入空头市场 盘旋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会走个空空头市场会走个三年到四年 所以这边呢投票你只做多的话呢行不通的 这边呢你一定呢要习惯会去放空 那目前这个阶段呢这种阶段提醒你多单呢要先行离场 同时呢要开始建立你的空方部位 那再来我们看到呢被动元件跟细晶元 那先前呢这种哥一直跟大家讲 这两个族群呢有高度的联动性 那做多呢我们就看最强势的华星哥 做空呢我们就看最弱势的环球晶 那这两个高联动性的族群呢这种哥认为呢 形态上呢还没有一个正式的转强点 形态上呢目前呢这两个族群呢都还是处在一个盘整的位阶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华星哥是处于一个盘整偏强势的格局 那至于呢6488的环球晶呢则是处于一个盘整偏弱势的格局 那市场上呢都在期待这个高鼓励政策呢能带动这两个族群呢 往上走一波但是这种哥先前跟大家讲 这高鼓励政策呢都已经公布了 但是你却没有看到他上涨 那这边呢你就要开始小心呢跌破前波起涨点的话呢 这边呢就会形成一个M头 所以这种哥认为呢这两个族群呢 形态上呢如果还没有转强的话 目前处于一个盘整阶段 这种哥呢就不会做任何任何的动作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些空方趋势股 这种哥呢昨天有跟大家提到立三 立三呢目前呢是处于一个呢 一个关键的价位 目前呢绿色这条线呢如果跌破的话呢 这边呢会形成一个M头确立 那目前立三线形看起来的确没有这么好看 目前呢是处于一个空方架构 那我们也进场了 但是呢今天股价呢因为呢 遇到绿色这条线的抵抗呢 这边做了一个反弹的动作 但是反弹呢形态上还没有改变 目前这种哥对立三的看法呢 还是处于一个偏弱的格局 那投资票这边如果你还持有多弹的话 这边呢跌破绿色的线你该下车了 因为跌破绿色的线的话 这种哥这边呢要进场去加码空弹 那再来我们看到另外一档空方趋势股 在6111的大鱼姿 在轻松配里面空方趋势股呢 这种哥有提到6111的大鱼姿 那你可以看到的大鱼姿呢 这一波的线形呢也是非常弱势 今天呢更是重挫6%到7%呢 直接呢打到了这个季线 所以目前这种哥认为呢 这大盘呢处于一个party结束 人未散的阶段呢 有一些个股呢 却已经呢开始出现败比了 这些败比呢 你记得呢要提早呢获利下车 因为呢当人挤人的时候 你这边呢会受伤的非常惨重 那这种哥呢今天呢 花比较多的时间呢在聊大盘 因为这种哥认为大盘呢 目前呢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这边呢时间空间都有了 目前呢就是处于一个盘整的阶段 那盘整过程中呢 这边呢跌破多方防守架化 这边呢开始呢会回撤前波的地点9300 所以这种哥才会在这个时间点呢 推出这个轻松配多空大全配的专案 这边呢这种哥要带领大家的是 这边呢要进场的 适度的去建立你的空方部位 市场上很多投资票不会做空 那没关系这种哥教你怎么做空 这种哥的交易工具呢非常的多 这种哥这边呢如果这边是一个空头市场的来影的话 这种哥会用尽所有的交易工具来让获利极大化 这边呢如果你不会做空想做空的 那就是赶快呢影片下方呢有相关的 呃有相关的表单连结 那这种哥呢欢迎大家加入 那也请投资朋友持续锁定这种哥的FB 古旗箱子或是light 那这种哥呢在上面呢有 呃有很多及时的多空讯息 那欢迎大家加入谢谢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